家长带孩子出门上那个手扶电梯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 一个大意就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在江苏昆山呢 一位只有三岁的小女孩 一时不慎将右手卡在了这个电梯扶梯顶部的缝隙里头了 晚上九点多 三岁的小慧出现在三楼扶梯上 眼看着就要到顶了 她突然滑倒在扶梯上 小慧的手指此时已经被卡进扶梯顶部的缝隙内动弹不得 很快民警和消防队员来到现场 为了避免二次伤害 就远远远选择了打开顶层铁板的方式 但拧到第二颗螺丝的时候 却怎么也拧不下来 原来这颗螺丝的螺帽滑刺严重 不能受力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十多分钟后 电梯工程人员来到现场 将后面的电机箱打开 小慧的右手才终于脱离 随后小慧被送往医院救治 经检查 小慧的右手苦头都裂了 关节是错位的 整个手掌皮肤有不规则错裂 其实那个首幅电梯呢 在底下应该有一个紧急开关的 如果到 大家要是平常遇到这种情况呢 在旁边围观的人 千万不要只是在那观看 要赶紧在第一时间按那个紧急按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